所以你如果错过比如说台虹啊 或者联军啊什么蒙利啊这些 前面的这一波的涨池没有关系 台虹第三这一波你要好好把握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 亏达的股价在今天早上收盘 中场我看一下是跌6.38个百分点 其实早上跌不多 大概只有跌大概两三% 而且其他的像什么台积电啊 的AD啊或者AMD啊 或者其他的什么美超围 前一天大跌了20%的 其实今天都是反弹 那什么Google啊 Microsoft相关的AI股 其实股价也都是小涨 也就是说辉达的法说 结束完谈后跌6.9% 那今天中场辉达的股价跌6.38% 其实差不多就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 但对其他的AI相关股票影响并不大 因为我们说实话 昨天我就有用这张的图卡 就跟大家解释说 回答的法说的几个重点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相当不错啊 第二季的营收期增15% 第二季的EPS0.67美元也有预期 最漂亮是第二季的库存的月数 降到2.68个月季减了14% 代表库存根本就卖都卖不够 产品卖不够已经在消库存了 所以库存减少是一个大利多 代表他的这个整个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 唯一让大家不满意的就是说 这个是模范生的一个烦恼 第二季营收期增15% 第三季估计营收期增6到10% 然后正负两个百分点 所以大家就解读说 你的营收不像之前都成长那么强 营收的成长幅度开始变小 只是如此哦 股价就跌大概67% 但其实数字都很漂亮 然后他也说Blackwell就是逼200的晶片 在第四季会贡献大概数十亿美金的收入 打破了市场的传闻 说之前很多嘛 肉水啦 发烫啦 或者说什么设计有问题啦 要改设计要改光照 没有错 我告诉你那个都是真的 但那个都已经解决了 回答的法说 黄仁勋也确认告诉你说 那个问题都解决了 人家就之前就告诉你 来台北的那个国际电脑展的时候 黄仁勋就说第二季已经陆续 样品在交了嘛 第三季陆续交 第四季就会贡献几十亿美金的一个营收了 所以问题前面就已经解决了 第四季如预期要出货 所以系统厂九月份开始交GB200 伺服器的那个时间点 本来就没有变化 交货量慢慢慢慢拉升上去 到第一季放量 大概就是一个既定的行程 所以回答法说已经做了相关的确认 然后Hopper系列的H100H200销售 仍然是非常强劲 所以我说回答影响以及回答股价的下跌 反应一天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大盘今天成效量还是文明不正 以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指数小涨160点 昨天跌130点 昨天跌160点 所以把昨天的涨了大部分回来了 但是目前录影的时间大概一点左右 预估量还是只有2900亿 昨天还有3300 今天剩下2900 那你当然可以解释说 今天可能是因为有周末效应 所以量比较说 也说得过去 但是我认为整个市场的成效量 很明显的 9月19号台北时间 9月19号凌晨2点 联总会会开会 决定这一次到底降一码或者两码 目前所有即将显示应该是一码 那看起来市场资金吃了秤砣铁的心 没有到联总会真的做出那个 降息几码的动作之前 好像都没有打算要大局进场 所以恐怕这个量说的态势 会一直维持到9月19号凌晨2点之前 大概9月19之后 市场可能会比较明确 那到时候也是 大概准备要接近第四季 所以比较大行情可能会落在第四季 也合理 过去台股 但是国际的股市美股 常常都是年底前会有一波 所以看起来就说 眼前可能都是个量缩审理 那大的行情可能会落在第四季 9月19的联总会的一个会议 台北时间9月19 我相信会是整个市场资金 用不容易大局进场的一个关键点 这样之前大概就是量缩了 不过量缩的时候 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了 因为这个月线已经走平了 慢慢就要勾上来了 所以台股低档支撑会越来越强 那上面季线的位置其实也差100多点 那22,450点左右 所以要站上地线 也不难就慢慢天高就可以 那过去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五天六天 都是很满整理 但是有一天是小小的黑K十字线 另外五天都是小红棒 那我也教过大家说 只要一个行情 它红棒越多代表买盘越强 至少买盘强于卖压 以个股来说就是一个吃货盘 以大盘来说就是买盘高于这个卖盘 所以这样的一个走势 其实后市不会落 我相信它就慢慢电高 如果可以电高到季限制上的话 它就有机会慢慢慢慢往上 那整个大的比较量会比较放出来 应该9月19号之后 所以大家暂时就是 我相信就是要等一下 先进一段就是一个个股的操作 然后下礼拜是半导体展 那半导体展不是只有展 半导体相关比如说材料设备 不是只有这一块 同时它会有一个CPO的矽光子的论坛 也在半导体这段时间 它会展开 那上个礼拜周末台电才公开 就是说一个最新的CPO的大联盟 30一家CPO的这个合作的伙伴 要推进CPO的相关的这个技术 所以很明白就是说 未来矽光子这一块 主导者就是台积电 制定规格的就是台积电 那以前规格都是国外的厂商 在制定比如说intel啊微软 他们在制定规格 或者高通啊 Colcom那些 现在不一样 现在台积电说了算 那台电的合作伙伴 不是国外厂商 31家都是台湾公司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今天设备股好像都在休息 那矽光光中逊的还是强势 说穿的背后都是台积电 大家都是靠着台电在持穿的 所以未来我相信未来这两三年 你还是要抓着台电不放啊 从台电衍生的相关公益的商机去找股票 很多都是超级大标股 那光通讯其实一个多礼拜前 如果你记得我就说联军联军 未来他会取代光胜 光通讯族群的全新的强势指标股 就以光胜来说 今天股价一度打到跌停板 一度快跌停 但是呢联军的部分呢 今天股价反而是来到179波段的新高 这股价非常强势啊 这一波是从96块3 一路涨到179块 光是这一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涨幅就超过八成 可以说是光通讯里面最强势的股票 而且人家也是CPU大联盟的一份子 那今天盘中最高是涨了4% 也是一样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一来加入CPU的大联盟 我想这个总共有31家 大家去看总共有哪一些了 然后呢甲骨文400G的订单 超级大不完 其实这背后还是一个去中化的story 因为AI带动所谓的高速传输嘛 所以资料中心很多光通讯的元件 都要升级成今年主流是400G 但是今天我从产业界的一些好朋友 说告诉我的消息 800G的需求正在比预期更快的快速的拉升上来 所以那个速度是持续的在翻倍在成长 那美国呢就很明确的说你AI相关啊 网通相关这些零五件生产地 都不能在中国也不能用中国厂商的 所以它就是又造成一个所谓的 去中化的商机 所以大陆业者都没有办法参与这一块 因为美国的资料中心的这个需求太过庞大 甲骨文本身自己也有投资资料中心 然后它另一个客户叫Maveo 所以甲骨文的订单是400G的部分 今年就会整个大量出货 而且毛利率是高达25% 那以毛利率来说的话 我们去看就是说过去四个季度 它的去年的第三季毛利率是12.9% 一路增加到15.3% 20% 到今年第二季已经跳到23.1% 所以在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内 毛利率几乎是跳了一倍上来 回到过去的比较高的水准 已经来到23% 但是再来的400G的这个产品呢 毛利率是按价高 毛利高上来25% 就比第二季的毛利23%来得更高 所以这个又回归到我常在讲的 标股有几种形态 比如说涨价的股价很标 另外一种就是毛利率向上的公司股价都很标 因为当你营收成长10% 毛利率同时比如说也增加的时候 那你获利率成长速度会比营收成长速度来得更快 比如说营收成长10% 可能获利跳2 30% 股价当然就标啊 另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市场就是说你毛利率越高的公司本比越高 因为毛利率代表竞争力嘛 你可以维持一个高毛利率的公司 比如说5274台股的股王 你看毛利率是高达63% 这波股价也是涨到了5,345块的历史的新高 5,000多块 那回到联军 营收过去一个年度整整从12%跳到23% 现在新的产品毛利率上开25% 那营收又会是未来这半年 甚至一年光通讯里面营收成长的动能最为强劲 反映到EPS今年估计可以赚4块半 绝大部分都是下半年赚进来 明年800G产品再补上来就上下10到12块钱 那今年光盛赚大概11块 这一波最高价股价是来到558 明年光盛不见得还能赚这么多 但明年联军的获利 会大概跟今年光盛差不多差不多水准 甚至比今年光盛来得高 那问题是光盛这一波最高558 联军今天就这一波最高179 这个还只有人家三分之一的水准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很明确的 光盛我相信可能有些资金会开始转移来联军 未来此消彼长光盛可能慢慢压回的过程 联军持续往上 我相信这个比较效应持续发酵 未来股价会有一天会缴毁 会有一天会缴毁 会持续比较光盛 所以这个部分会是我们现阶段 你可以说它叫光通讯或者CPO的相关股票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布局就在3450的联军 然后今天设备股大部分都拉回了 因为最近也涨了很多 那大量今天股价也拉回大概有4% 然后盟利今天股价也拉回差不多4% 然后今天设备股股王红素今天是拉回大概有7% 其实说算就是一个涨多的一个整理 刚好遇到周末 但下礼拜9月4号9月6号半导旅展 我相信整个市场的话题题材都还是在这边 那明年台积电COROS产能还是要翻倍 每年资本支出一兆 明年可能上开1.2兆 跟台电那个强韧电网的那个数字是完全不能比 强韧电网是10年5645亿现在改为6年 因为赖总统说这10年太久要缩短为6年 但跟人家台积电每年一兆的预算实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这一些相关的供应电吃香喝辣 未来两年三年根本这个一路向上的态势太过明确 所以设备股今天的整理只是一个涨多的休息 整理完之后还是要往上 大量最近在CP转换 总共4000张 转换之后就算全卖也就4000张 但看好不会卖的我相信也是大有人在的 那只要把这个几千张的筹码把它消完毕之后 刚好如果说整个设备股整理个两三天 休息完毕之后再往上 我现在下周搭配半了一展去挑战99块半百元的整数关卡 这个应该是不在话下 然后蒙利的部分跨台虹的部分是跨入chorus的材料 所以本益比呢原本只有大概10来倍 因为叫做平盖股软板股 但是现在跨入chorus材料 未来可能可以调升到20几倍30倍的本益比 以此推算如果今天赚个4块8 股价现在涨到70几块钱 那今天是因为分盘交易稍微量缩到大概60 要拉回到68块多 其实本益比还是不高 大概只有大概15-6倍左右 还是不高 16-7倍左右 所以未来还有空间 但是我们在高档 73.4元这边有先卖一半 那赚了36%嘛 留一半续报 那等待翻交易慢慢整理没有关系 那卖掉之因我们就已经转到所谓的台虹第三了 那蒙利的部分呢季线附近进场 然后当天礼拜二涨停满 礼拜三创高 礼拜四再往上 今天才做一个拉回 这是因为整个足运都拉回 我想跟他本身没什么问题 那他下礼拜也要参赚Semicon 就是半导体展 那他又是台电供应商 年底前又是出货的旺季 营收机会从6亿多跳到9亿10亿 有五成的成长空间 所以短线题材 短线的营收 半导体展的题材都在他身上 所以我相信这个股价就是 整理一下之后还是要持续往上 这没有问题 那最先不绝是台虹第三 那因为我就说 灰达的财报其实没有什么好挑剔 唯一就是机器变高 第三次成长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但是他确认B200金面 第四季会贡献几十亿的美金的营收 代表整个要交货了 GP200的一个伺服器 也随之开始出货 相关供应链一定要动起来 那这一家台虹第三是因为 新打入GP200的供应链 它的产品新打入 第四季陆续交货明年第一季会开始放量 那会带动明年营收翻倍成长 营收翻倍 股价只有三十几块 我相信通常营收可以翻倍的获利成长 不会是只有一倍 那股价往往涨幅 也会比营收的成长幅度来的更大 所以股价只有三十几块钱 再来也有翻倍的机会 而且三十几块这么低的股价 以我的经验 涨到四五十块五六十块 常常都是一下子而已 搞不好一两个礼拜就到 所以这个台虹第三是现阶段最新最新布局 所以你如果错过比如说台虹 或者联军什么蒙利 这些前面的这一波的涨势没有关系 台虹第三这一波你要好好把握 那在台虹大赚36%蒙利赚了超过10% 台虹第三现在陆续开始进场 而且今天韩中我们趁跌2%的时候 经常逢低做成绩 就有持股的你可以稍微加码 心灵会员低档买进 我看刚刚一度都翻红了 不是说今天赚多少 跌2%买翻红赚个2%多还不多 但是我要讲就是你好股票 你就趁着拉回买 趁着拉回买 不要等它发动再追 那就差很多了 所以呢 台虹第三现在就是最好买点 开始进场做买进 所以大家都在LINE搜寻 小小鼠S168178 正好是LINEID 都欢迎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你扫QRcode也可以 加入之后呢 除了盘中11点多 会有我解盘文章之外 加入的新朋友们 你也不要就潜水 就闷不吭声的 你要跟我打个招呼 那加入之后留言168178 刚好也就是我的LINEID的号码 168178 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明天就带你马上跟进 一起布局买进最新台虹第三个 翻倍空间的最新标股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